我想吃蔥汁了 在这里又听到很多很多汁鸟在叫 我想去尝试一下 离开之前那个地方在这里能不能抓到汁鸟 就以上次他们很简单的那种方式 就绑一个树鸭 绑一个树枝在这里 然后用光亮吸引汁鸟来 走吧我现在要去找一个树枝 回来绑着试试看 如果能抓到就可以尝试一下 能不能制作成功 抓不到的话就再说了 刚刚去整了一个树鸭 但是它这些叶子是有点过多了 稍微要给它去一去 快定上了秃着了 好就这样吧 走 尝试 看看会不会失败 看看会不会失败 OK 暂时呢就是这样子弄好了 就静静的等在8点到8点20 亲爱的我有点担心啊 真的能抓到汁鸟吗 我不知道 抓不到就算了呗 我今天您的视频要不要拿什么东西摇一下 有啊 在之前呢是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们摇之鸟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那个全是自己制作的 就手工用两颗干铁株 然后外面焊的一个 给它焊起来的 那我上次问了一下 我学着他们的方式 用了三颗弹珠球 然后一个水中 丢进去 声音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将就着用 现在这边呢是已经到8点钟了 但是天下比较亮 试一下吧 我感觉这边可能会失败 我感觉这边可能会失败 这边说的 但是我感觉这边也有点 这边说的 我感觉这边有点 就像是在地独立的 当然是不一样 就像是在地独立的 即使一样的 放在地独立的 你明镜的 正常一样的 你明镜像是在地独立的 你明镜像是在地独立的 好 好 取個辮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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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